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传统的直销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好的印象还是不好的 不好的 然后甚至于我们现在去跟很多朋友分享 只要一提爱多美 一提直销的字眼 他们吓得掉头就走 见了你就躲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传统的直销已经根深蒂固的 在别人的印象当中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不对 好像是猛兽一样的 那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的问题 那爱多美为什么要改写我们对直销的印象 那么它又靠什么来改写 所以呢在这边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叫产品的品质于价格 我们用这个来改写 第二个就是完善的成功系统 第三个还有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比较强调的 合理化的奖金制度 那在奖金制度之前呢 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说为什么传统的直销会这样子造成 那为什么直销让我们害怕 第一个通常一提到直销两个字 你会想到什么 骗 疼货 拉人头 拉人头干嘛 赚钱 所以你一跟他提 别人跟你一提直销 或你跟人家一提直销的时候 人家最怕的就是什么 叫你买东西 然后呢 叫你买东西其实就是要你的什么 钱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 说所以呢 现在的直销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这样的恶劣的 那么爱多美呢 产品的品质与价格 首先呢 在加入会员这一块 我们主要销售的就是 刚才有点乱啊 对不起 刚才有一个伙伴他讲的很好 他说我们呢 呃就是他怕 人家找他说直销 就是叫他什么 买东西 然后呢 那爱多美呢 第一个要改写的就是 他把这个产品换成了我们生活必须的日常用品 那什么叫日常生活必须品 就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一天都要使用的 对 比如说牙刷 牙膏 洗发水 护发素 还有洗衣液 洗碗液 这些是不是大家平时家里都要用的 是 所以说这些就算你不到爱多美去买 你也要在哪里买 超市 这些就是原本就是大家每一天生活必用的 以前传统的直销卖的是什么 多数都是以什么 保健品 或者是一些电器 对不对 什么 呃 某一种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一些是大家可需求可不需求的 但是爱多美的董事长 朴涵剧董事长 他本身有 有做过 因为他是97年在澳洲的时候 接触到了这个直销 他去朋友家里的时候 是听到朋友的朋友跟他介绍直销 那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回去韩国以后 就阅读了一百 近两百本的直销方面的书籍 然后呢 而且自己本身也加入到了一间直销公司 只是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做到了最高的借位 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从底 就是直销的最底开始做到高 而且呢 他本身呢 也经历了 因为 大概在韩国的话是 1970年的时候 这个直销进入到韩国 那飘安级董事长 他本身也经历了 看着这个直销 从起初进入到韩国的那种萌芽期 到那种非常狂热期 到后来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混乱期 到后面就出现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之后 到现在进入到一个冷静期 而且他深深地了解到直销的本质是什么 直销就是要销售产品 直接销售产品到顾客的 到消费 不是顾客 到消费者的手中 那这个产品是要好的 而且消费者本身是干嘛的 省钱的 可是呢 那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直销都做不到 他们做不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产品 因为现在多数的直销公司都是自己研发产品 有非常高傲的研发费用 他们没有办法降低这个产品的费用的情况下 就只能从哪里赚取 消费者的身上 所以呢 他们就不得不设计 环环的 就是产品的价格高昂 然后强迫 因为价格高昂了 那就不是物超所值了 那消费者呢 就不 可能就会不愿意在这里购买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系列的奖金制度 套成一圈一圈的 让消费者进来之后就无法脱身 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你不得不在他的平台购买 所以总体来讲 最造成这个直销有负面情绪的 其实就是什么 产品 因为成本太高了 那大家知道吗 爱多美的公司 我们产品呢 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品质的产品 高品质的 那你知道我们产品的成本是多少吗 45%非常棒 给这个朋友掌声鼓励 我们的产品成本是45% 那我们拿35%来发放奖金 10%是我们的管理 以下是我们的管理费用 另外大概10%是公司的利润 这个不管在哪一间的直销公司也好 或哪一间的公司也好 听到了都会吓到嘴巴张的 大大的 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们爱多美却 做到了 给爱多美掌声好不好 那爱多美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除了刚才那个 钻石大师宋涛分享的 它是跟我们消费者连接 跟公司连接 还有等等之外 那么它其实在管理成本上 也非常的缩减 低过10%的管理成本的公司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找不出了 那是怎么控制这个管理成本的 我们所有的都选用自动化 那公司能够节俭就节俭 就是说把这个整个管理 就是其实很多的公司里面 设计什么 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车间里面 要有一个管工 然后管工的上面 要有总的管工 总的管工的上面 要有经理 经理的上面 部门经理 部门经理上面 还要有一个总经理 总经理上面才到厂长 那我们爱多美公司就觉得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中间这些管理层 我全部可以砍掉 直接由一个单独的部门 跟公司直接洽谈 大家理解是怎么节省的了吗 所以说爱多美公司呢 它不只是给 直销界的公司 更是给全世界各个公司 都做出了一个标榜 我们再给爱多美公司 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那爱多美的董事长 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董事长 非常是睿智的一个人 那他深深地知道 如果把日常生活用品 转到这个直销的这个氛围来 那么不仅仅能够就是说 造成直销 就是目前对 大家的一个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当直销的产品 转变成了生活用品的时候 对吧 就不会对大家造成任何的 负担和伤害 所以说呢 我们的 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经营 我们的经营策略就是什么呢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那么好产品便宜卖有没有市场 有 所以呢 我们董事长就深深地抓住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做 他都要降低提高产品的成本来提高质量 降低产品的价格来获取消费者的利益跟信赖 理解吗 不惜一切代价 其实我们有一款电器 就是在 两年起 我们用两年时间研发了一款电器 那个电器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当时呢 就为这个 那我们的公司紧急召开会议 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到高品低价格 公司的会议当场决定 让利润的3%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好 那今天呢 因为我主要讲的是奖金制度 所以我会快点过 那其实呢 很多刚刚加入的朋友都知道听别人说 爱多美是赚钱的 对不对 对 而且听说赚的还不少 对不对 对 但是大家很茫然不知道要怎么赚 是不是 很多人一进来就说 我想啊 我也想经营爱多美 可是我怎么做 那我想告诉你 爱多美这间公司呢 它之所以能改写直销的历史 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 也是它拥有一套成功的教育系统 今天大家来到这里 就是进入我们的成功的教育系统 好 很感谢公司会准备这样的系统 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去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系统 第一个就是中心的说明会 那现在新加坡总共有几间 刚才说了 六间中心 到这间六间中心去上课 全部都是免费的 因为公司有把 有跟这个 就是说有百分之六的积分 会多的 百分之六的积分归属于中心 也就是说 公司拿了百分之六 积分的百分之六出来 跟会员合作 开中心 服务谁 服务大家 服务会员 请问你到中心去上课 有没有收过你钱 全程免费 免费的系统免费让你成功 这样的公司好不好 给这公司一个掌声 谢谢 那接下来 还可以来到我们的 One Day Semina 一日研讨会 那一日研讨会 是我们每一个月会有 两次 一次华文 一次英文 真的公司是非常非常大爱的 考虑到新加坡是双语的国家 所以有两种语言的研讨会 那么这个也是免费的 通常是星期六的下午 两点到五点 免费的系统 大家记住这个词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今天的成功学院 一整天的 那这个成功学院 我们会邀请很多的 海外的成功人士 也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海外的 我们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那这个李老师今天来 全程都是义务的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 我们公司是没有收钱的 他也没有收我们费用的 所以爱多美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取之于爱多美 回馈于爱多美 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家庭 很感恩 我们这些站在台上的领袖也好 都是在成功以后 并没有就是忘本 都是站出来给大家分享 然后回馈于大家 这就是爱多美 好 那再往下 我在这个成功系统当中成长 学习 一直到今天 跟着扇子老师 扇子老师刚才说 他月入已经三万了 那我月入现在也是 接近两万 然后很感恩他的带领 然后呢 因为他把我带进了这个系统当中 之后就是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成长 然后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最喜欢的就是爱多美的什么 文化 那爱多美有原则中心 那原则中心也是我最强调最喜欢的 它的原则中心的第一点就是禁止什么 囤货 你看 为什么你怕做直销 就是因为会什么 囤货 爱多美它的第一条就是干嘛 禁止囤货 产品呢 公司已经帮大家放在了 网站上 你需要的时候上去买就好了 不需要把它囤到你的 家 所以没有囤货你还担心吗 不担心了 是的 那再往下禁止挑线 撬线 那这是从道德上来教育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然后再往下就是禁止自行网络售卖 禁止 摆摊 然后呢 你把爱多美的产品从爱多美的网站买下来 再拿到另一个网站去卖 请问是为什么 有病 我们Yuki老师说得非常好 有病 我也觉得是 为什么 只要你介绍给朋友 他上爱多美的网站购买 你就有积分可以赚钱 为什么你还要从网站上买下来 拿到别的网站去转售 是有点问题 好 那么再往下看 那讲了这么多 无非大家最想听的就是什么 奖金制度 OK 我进入正题 那爱多美呢 它就是一个超市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超市上售卖的都是日常用品 所以它就跟我们平时到的淘宝啊 Q10啊 Ebay啊 还有美国的亚马逊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你在这个亚马逊和淘宝啊 还有Q10 Ebay上面购买产品之前 你一定要干什么 注册一个户口 对不对 那爱多美它也是属于网络销售 你也需要在网上注册一个户口 那亚马逊跟淘宝 它注册户口要不要钱 那爱多美也是 不要钱 对吧 然后呢 也是免费的 那亚马逊呢 还有这个淘宝 他们有没有要求你每个月一定要买多少 没有 所以那爱多美也是没有要求 那爱多美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只要一年 一年在你自己的户口买一样产品 买一样产品 活动一下 维持你的会员的资格就可以了 哪怕你是买一个五块钱的洗手的 也就可以了 所以会对你造成压力吗 不会对 所以说呢 那一年只需要买一样东西就能维持会员资格 每个月也没有任何的强迫性购买 强迫性消费 你就跟取淘宝 跟Ebay 跟亚马逊购买 随时享用 随时上去买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购买任何一样东西 那再就是他的这个奖金 未发之前 PV不归零 晚一点我给大家说 还有个人户口的积分会终身冷击 我吃一点跟大家说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爱多美的组织形态 如果你想要赚钱 你首先在爱多美第一件事 刚才我说了 你要先什么 哇好厉害啊 给掌声 首先要在网上注册一个户口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注册了一个户口之后呢 你就要在你的个人户口先买多少积分 一万个积分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你就要在你的两区找两个 两个人 刚才宋桑老师有说 找两个人就可以赚钱了 但其实不只是两个人 而是两个市场 两个 两个市场 左边一个市场 右边一个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 所有上网购买的人数 都会跟你 有关系挂钩 所以爱多美走的交 双轨制 你需要 需要几边 两边 要两个市场 那么接下来它是无限代往下延伸的 就是往下不管第几层第几代 你都是可以累积分数的 然后它是跨国际的 不管是你下面的朋友 可能你不认识美国的朋友 但是呢 你的下面的伙伴 他的亲戚在美国 那如果他介绍他的亲戚加入 那他的亲戚在美国购买 你也是 可以积分的 所以是跨全球精英的 那所以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比较容易有误区 这边我可能会给大家稍微画一下 这个简单的来画就是你自己 然后呢 要在下面组织两个区 然后呢 这两个区里面的人 你会有自己的一个会员号码 然后每一个要注册会员的人 他都需要已经是会员的伙伴来推荐 就是说要有一个会员推荐 你才能加入 所以当加入的时候 你下面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的话 那你第一个人会用你的会员号 作为一个推荐人的号码 因为在加入的时候 你一定要需要一个推荐人的号码 你才能加入 当你放这个人的推荐号码 他会自动跳在你的左区 然后你如果再用你的会员号码去注册 他就会自动跳在你的右区 就这样你就有了左右两个市场 当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放下去 你找到第三个人的时候 你需要把第三个人放下去了 你需要把第三个人放下去了 可是你只有两个市场了 三购买的积分一没有享有 一购买的积分三不会享有 所以你一定要把三放在跟他认识的朋友在一起 这样一可以帮助三 因为三购买的积分一也会享有 理解吧 所以说那我再找到第四个人往哪里放 一样你自己选择 如果我要放在右区 对吧 右区这里还没有人 我现在要把第四个人放在右区 我就用第二个人的会员号码作为推荐号 他就会跳下来 可以吗 那我的会员号只能注册左一个又一个 就不能再注册其他人了 以后我每一次在家人 我都是用最后一个 我的线上的最后一个会员号往下去推荐 他就会跳在他的下面 这个大家都理解吧 理解 所以当我找的人就不断地往下放 对吧 不断地往下放 这个时候我就有了左区市场右区市场 假设性七号的伙伴 在他的户口里买了一万个积分 那通通上面的六号会有 五号会有 三号会有 一号也会有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就是我 你看一号朋友进来以后 我在这里 我找的人放在下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一号有没有积分 有 所以我放的人一号都有积分 那我就帮助了谁 一号 大家发现了吗 所以这个系统非常非常的好 那整个在一号下面所有的人 在我下面所有的人 我都是可以享有 积分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这个积分是怎么换钱呢 我们来看 这个奖金的分配比例就是 公司呢 是把每一天全球的积分 比如说美国 日本加拿大卖的全球的总积分 30%公司拿回去 40%呢 拿来发这个安置组织奖金 然后就是44%的那一份最大的 那么还有呢 6%刚才我说了给教育中心 还有20%呢 是给我们领导贡献奖金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个人户口 刚才我跟你说了 我一加入 我有一个户口了 但是我的户口如果从来没有购买 就是什么 零分 然后呢 我是零分的时候 就算我的下面有这些人 我也不可以累积他们的积分 记住 你的户口一定要有一万个积分开始 你才能累积 理解了吗 那一万个积分之后 我一旦在我的户口购买一万个积分 大家可能看到一万个积分会很紧张 哇一万 我这得花多少钱 但是其实 新币来说12块钱 里面八只牙刷 你就有五千个积分 所以当我要购买一万个积分 只需要购买几盒牙刷 简单吗 对 我花24新币 买两盒牙刷 我就会有一万个积分 一单 我的户口有了一万积分 这一万积分就是终生的 一辈子的 也就代表着 我一辈子都是可以累积下面的积分 可以拿钱的 需不需要每一个月都买一万积分 不用 好不好 还怕吗 给爱多美公司掌声吧 好 那我自己个人户口的积分是终生累积 不归零 也就是我再买其他产品 我的积分就会一致往上走 不会掉下来 当我慢慢的累积到三十万积分 就是第二个级别 七十万积分就是第三个级别 一百五十万积分就是第四个 两百四十万积分就是第五个 我个人户口总共有五个级别 这个五个级别我可以用一辈子去累积的 记得只要一年在你自己的户口买一个产品 随便五块钱的 你就可以保留所有你曾经有过的积分 大家理解吗 所以会不会觉得很压力呢 不会 对了 非常的轻松 所以呢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要怎么样才能拿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General Commission 这个就是安置组织奖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我这个PPT里面的图片 然后呢 上面个人户口五个级别 销售代表经销商 结束经销商 还有代理商 经营代理商 大家看到了吗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五个级别 那么下面这边我给大家整理了 就是你当你的左区 右区产生到三十万个积分 三十万个积分 你就可以对碰 拿五个点数 就是说左区在你整个区域里面买的 所有人的积分加起来 比较七号买的 六号买的 五号买的 那五号也会找朋友 对不对 五号的第一个朋友 五号的第二个朋友 五号也会有第三个朋友 五号也会有第四个朋友 他也要有两边 那五号的两边都是我的哪一个区域 左区 所以当这个朋友 五号的第四个朋友在这里买一万积分的话 那对于五号来说 对于五号的三号 他也有一万个积分 是他的左边跳 对于五号来说是哪里跳 右边跳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人在五号的 右边 可是对我来说 我哪里跳 左边我也会跳 所以只要下面一个人买 上面通通的人都瘦 这颗系统有多好 好 那在接下来我怎么拿钱 刚才我说了 只要我左区 所有人购买的达到三十万个积分 右区达到三十万个积分 我就可以对碰拿奖金 看一下点数 就是五的那个第一行 前面写的是销售代表 所以当你的是一万个积分 到三十万分之间 不够三十万分 三十万分以下的时候 你就是销售代表 当你个人是销售代表这个级别 你左边三十万 右边三十万对碰 你就会拿五个点 总共大概新币会在 二十五块左右 那么当你个人户口是三十万积分 大家看一下第二行 你是经销商 那你个人如果达到三十万分以上 你是经销商 左边三十万 右边三十万 你就拿的是十五个点 大概新币是 八十 七十五块 但其实可以有八十 现在都有达到八十块左右 八十以上 这个上 你看到它前面 我有放上下的一个标志 看到一个加号和一个减号 什么意思吗 这个在最下面有个备注 大家看一下 一个点数 大概是五到六新币左右 按当天汇率含元换新币 上下浮动不会超过百分之 二十五 那为什么 刚才我有没有说 这个部分是44%的奖金放在每一天的积分 每一天44%的积分拿来分这个部分的奖金 对不对 假设性今天全球的营业额很好 那我们的奖金就会 假设性今天全球的营业额不太好 我们的奖金就 所以它是一个浮动性的 所以我给你的这个钱是什么 浮动的 好 还有就是说 因为它是拿含元换新元汇户口 所以不只是跟着业绩浮动 同时也跟着当天的汇率在浮动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块 好不好 但是公司也规定了 大家自动的鼓掌 对不对 是为爱多美而鼓 那么接下来 当我的户口有七十万个积分 我左边三十万 右边三十万 我拿多少钱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买七十万在我自己户口 我第三个级别 我就拿 更多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 就算你户口有七十万积分 你左边三十 右边三十 你还是拿八十左右 可以吗 啊 这样所以我的户口就不需要到 到七十万了 我就只要到三十万就好 对 初期经营者 你的户口到三十万就好 如果你的户口满了三十万 你还要买产品怎么办 你就去你的下面朋友的户口去购买 这样你就可以帮到你的朋友 所以你给你一号的朋友下面放人 再帮他 你自己的户口到了三十万 你又去朋友的户口帮他买分 让他也到达三十万 请问你是在害他吗 不是 所以当我们跟朋友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的 理直气壮 我没有害你 我没有骗你 我家里进来是要帮你 你还想继续穷下去吗 你想改变现在吗 那刚才那个李生元博士也说了呀 你有什么资本 你的资本是什么 只有爱多美能给你这个 无形的资本呐 你明白吗 那很多人也疑惑了 七十万分有什么作用 我们是每一天晚上十一点 我有写在下面 大家看 每一天晚上十一点新加坡时间 系统会自动结账 每一天晚上十一点才结账 没有到十一点是不会结账的 所以每天晚上当十一点结算的时候 初期我下面没有多少人 可能我介绍五个朋友六个朋友 对不对 那一天才两万分三万分 是不能够达到三四万拿钱的 晚上十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放心 没有到达三四万分之前 公司会那个系统会帮你把积分完全保留 不用担心 第二天有人购买 再往上加 一直等你累积到三四万就给钱 所以这是初期 爱德美公司非常照顾初期的经营者 对不对 对 好 那再接下来 可是我介绍五个朋友六个朋友 六个朋友也会介绍朋友 那他们介绍的我也全部都有 对不对 那我的积分就会怎样 增加 所以我下面的人不断进来 我的积分就会 不断的干什么 增加 那有一天我发现 我一天 那一天晚上十一点结算的时候 我发现 哇 我两边已经超过多少了 三十万了 有可能五十六十 五十万六十万 你还是拿 八十块 下一个对碰 一定要七十万对七十万 你一天可以拿新币 一百 五十左右 其实是一百六十啦 这个我有改 不知道怎么跳掉了 那一百五十左右 大家理解吗 所以说那七 那如果我想一天对碰七十万 我的户口就一定要有这个七十万 才有权利 一天拿七十万的对碰 明白吗 所以什么时候 我才把自己的户口提升到七十万 等 等到我的团队大起来 每一天的积分都会超过三十万的时候 大家理解吗 在没有超过三十万之前 你是不需要提升自己的户口到七十万的 就算你提升了也是没有用的 你不如把那个积分拿去帮你的朋友 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司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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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棒的公司 就是不断地在帮人 不断地告诉大家要齐心 合力 好那再接下来大家也看到了第三个级别就是一百五十万 我左边一百五右边一百五 就是这样的 所以想一想我的汗毛就全部站起来了 好恐怖哦 对不对 好 他开的超市每天早上八点关 每天晚上十 每天早上八点开 每天晚上十点关 乖了他就要算一下今天赚了多少钱 可是我爱多美的超市是开几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十一点只是结一下账 十一点又开到第二天了 也就是说过了十一点买的就是第二天的积分 在晚上十一点之前买的都是当天的积分 那晚上十一点超市就结算一下 看看我两边的都卖了 两个超市都卖了多少钱 他就给我盈利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要知道你一天 这个超市的盈利是多少 你就看左右两区的积分 你就跟你两区的积分去看 你今天超市给你盈利了多少钱 那么再请问大家 如果你自己开一间超市 你要投资多少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你要找地方 要请员工 哪怕你开在网上 你要很多的后续 你要送货 你要管理 能有问题了 有人在你的超市买东西 有问题了 你还要 负责 那我再请问你 你每天晚上这个积分堆碰拿钱 就是爱多美超市给你的盈利 请问你在爱多美这间超市又付出了什么 你从家会员那一天就是怎样的 免费的不用钱的 对不对 每个月需要强迫购买吗 没有 你只是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你觉得不错 你就分享给你身边的邻居朋友 你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假设性 有的朋友他想要做生意 想要做事业 对不对 那我劝你 你来做什么 零风险 零投资 可是却拥有了一件什么 全球的超市 真的 你可能在新加坡开一个 开一个小型的餐馆了 你自己都要拿多几万块出来 对不对 那么你其实你会赚 还是会赔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会赚还是会赔 你只是说可能可以 我就把这五万块六万块拿出来去做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爱多美 只要你去分享产品 哪怕你一个月分享两个人 你四个月分享六个人 你只要再坚持分享 你的人就会越来 那你最后一定是什么的 所以说一个是要投资的 一个是不用投资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要做什么 不投资的这个反倒是什么 肯定会什么 赚钱的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 感恩爱多美这个系统 OK 我大概再过一下下面的五分钟 那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左右两区积分的一个对碰 每一天在这里就会显示 看得到吗 上面是个人户口 下面是我左边跟右边的 这是一天的积分 然后呢 那在下面这个地方 对 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每一天结算 爱多美的这个是每一天晚上十一点结算 只有星期天的时候 星期天下面有人购买会自动去到星期六 或者你买货的时候 可以选择把分注放在星期一 所以也不会没有分放心 好 那这个就是每一天左右对碰 对碰以后就会归零 好 60万50万 那就按照30万给钱就归零 但是也不用担心 碰不完的会放在另外一个系统再算一次 OK 所以爱多美的奖金就是日节 周灵 每一天十一点碰了钱 那不会每一天给你 它会累积 从星期三累积到星期二 下个星期二会给你钱 明白吗 所以一个星期你可以拿一次钱 多好啊 每周 我们是每周发钱 那还有一个奖金叫领导贡献奖金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每一天对碰30万 每一天对碰70万 碰完了 就拿钱了 就归零了分数 可是藏在这个系统里面 每半个月还会再算一次 怎么说呢 15天加起来 左边250万 右边250万 你就会上我们的销售 大师 你会多拿一个 大概有530左右的一个领导贡献奖金 所以每半个月会把你碰走的分数再算一次 所以这个再拿二次的奖金 好不好 好 对 那我们的级别总共是有七个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 玫瑰大师 星光大师 皇家大师 王冠大师 还有 尊王 那还有就是 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什么 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刚才我说了 左边1号到15号 15天加起来 只要250 250自己户口70万你就能上销售大师 那么有可能这半个月你有250 250 可是下半个月又不够了一边对不对 下半个月又不够了 那你就是又不能上到这个销售大师 你就不能拿那个530的奖金 但是你的头衔在爱多美还是什么 销售大师 那什么是自动 就是每半个月你的业绩自动达到250 上半个月250 250 下半个月250 250 上半个月又达到250 这个就叫自动型的 明白吗 自动型销售大师可以在爱多美就骄傲的说 我成功了 接下来你每个月都会有大概2500块的一个收入 这是我拿了其中一个销售大师的这个样本来做一下 看到吗 他每一个月的他前面的那个就是对碰奖安置组织奖 四次 加上每个月15天拿一次这个领导贡献奖 15天拿一次领导贡献奖 总共一个月有几次 六次 他的收入大概就在2500新币左右 那么在你第一次晋级销售大师的时候 公司会送你三套产品 还有一张证书 恭喜你晋级爱多美的销售大师 那么这个爱多美的大师 真是比什么医师啊律师啊都要厉害 因为接下来这2500块就会开始什么 倍增 大家看一下 那上钻石大师呢 同样要在15天里面 左边要有两个销售 右边要有两个销售 你就可以晋级钻石 钻石大师会多一个平板电脑 还有三样的产品 接下来就是玫瑰大师 在半个月里面 左边产生两个钻石 右边产生两个钻石 你就可以晋级玫瑰 玫瑰大师会有一个现金2500 还有两张亚洲旅行券 那再接下来星光大师 左去两个玫瑰 右去两个玫瑰 在半个月里面 你就可以晋级星光 那星光的这个奖金是一万两千 旅行券会是四张 亚洲旅行券 那么接下来皇家 一样的 两个两个 星光就可以上皇家 哇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有一张信用卡是每个月的 这个是每个月的 不是一次性的 每个月你 2500一张信用卡 当然你要在那个达到那个皇家呀 你要上到皇家才有2500 如果你没有上到皇家 那个月也是没有2500的 什么是所谓到达皇家 就是在半个月里面 你要有两个星光 两个星光 那么每个月还有一个 一千两百块的租车费 王冠大师 哇 这个信用卡要流口水了 多少每个月 6000 还有现金 43万 那么再接下来 尊王 哇 还有司机 还有秘书 还有办公室 哇 最重要的后面还有什么 现金信币130万啊 5月 就在5月6号到12号 爱多美新加坡公司 会有120位的销售大师 去到韩国 参观韩国的新公司 我们也有幸能够现场看到 第5位尊王的颁奖哦 好 你看这 大家说 能不能做到 我坚信一定能做到 因为在这短短的十年里 韩国已经产生了四位 今年5月份就会是 第5位的尊王 好 那尊王是有封顶的 你知道吗 左边 一天积分5000万 右边积分一天5000万 你就封顶了 所以在爱多美 没有一个人是永远赚最多的 因为董事长的概念就是 他要创造千千万万个百万封 而不要创造一个千万封 他要我们过的是均衡的 富有的生活 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奖金制度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在这里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